大家好,我是黄毅然 这一期的这个毅然文化 我们就闲谈一下 我的这个 跟了我十年的一个包 超过十年 大家注意看,这个包 它的这个材料很软 你看,它可以把它卷成 非常小的一个 一团 可以放在你的一个行李箱里 或者是一个大背包里 我呢,其实是2012年 在中国的北京 东四环 姚阿湖附近 那个附近吧,姚阿湖附近 它应该有一个迪卡农 我就去迪卡农买的 这个价格嘛,我忘了 应该是49还是59 反正就是这两种价格吧 它是这个20升的 它这个足够大 然后它又非常软 所以这个包是跟我走遍了 这个全球大概40多个国家 当时我是背一个大包 一个登山包 把这个小包 就把它 旅途当中呢,我就把它 就把它压紧了 放在那个大的背包里面 但是一到了目的地 我就把这个小包就解放 把一些必须的身 把一些必须的证件 钱包啊 一些个资料都放在这个袋子里 还有水 然后可能还有一些个照相摄影的器材 就放在这个里面 足够了 它这里面 很多情况下这里面都可以放一个特别大的电脑 虽然它是只有两层没有特殊的电脑加层 但是呢,它这个背带也是比较厚 而且这还是里面都垫了一层 也是防汗的 在这个后背这儿 它也设计了有薄薄的一层 里面还是一个小的 一个防热的 一个隔热吸汗的这么一个小加层 所以还是非常好 两边它还有这个放水瓶的袋子 因为它的材料用的是比较软 所以呢,它是非常方便于你携带 它一点不占这个体积 比如说,我最近又买了一个这个包 这个包呢,材料就很硬 这一看就是比较装电脑的 这个只适合短途在城市里面 出去一天,两天或者怎么的 它这个是,因为材料比较硬 所以你是把它压不了的 虽然这里面有个电脑加层 但是其实实用起来 我觉得还不如我这个包呢 这个包我2012年买的到现在 超过十年了,十年多了 所以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个包 但是可惜就是昨天 在这个沃尔玛买东西啊 因为我经常是,它是多用途的啊 就是说我是在城市里面 或者是旅游,出国 我都带上它 然后是在回国以后呢 在城市里面 比如说你要去会见一个什么人呢 我也不背那个特别厚重的什么专业的电脑包 没必要,对吧 装的东西其实并不多 这个更多的重量都在这个材质本身了 这个非常轻 所以呢它这个 因为它是这个比较柔软 所以它是这个体型是可以最大的变化的 所以它装的东西其实比那些个 甚至比它标的标记大一些个的包 装的东西都要更多 所以这是非常难得的 所以你在城市里面跟人见个面 谈个事啊 装个电脑装个什么东西啊 非常方便 然后你就是在城市里面短途郊区 去登个山 这个也是非常方便 对吧 所以它是一个几乎我每次出去必须要背这个包 所以它的使用率是特别的频繁啊 结果就是在昨天去乌尔曼买东西把那个东西放在这里面这么一背啪啊 这就终于断了 所以它这个你看它是真的是完全老化了啊 但是其他部分都没有坏 就是这个袋子是完全老化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我用这个 放在洗衣机里面 我也是大概每隔几个月我就洗它一次啊 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呢 这个就不知道了啊 所以这个希望迪卡农以后 这个袋子啊 这儿可以做的更结实一点 否则这个我就还可以用的更久一点啊 你看这个里面这个 这标记根本都看不清了 所以这个袋子我觉得还是非常好 因为它真的是非常实用 所以呢 这个包跟了我十年了 也真是有点舍不得啊 走了四十多个国家 中国很多省也是背着它走的 各地旅游什么的 所以还是有一定感情吧 所以在扔它之前 给它做一期视频 也算是留一个纪念吧